2021 Pebble公民新聞獎新聞專題學生組得獎的是 勇士之士新聞名字 恭喜 真的是 特別的是我們新莊高中的同學 他們是唯一不是新聞很多商班科系的 學生組參賽者 而且是高中學生非常難得 好 感謝 恭喜你們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觀眾 謝謝主辦單位 謝謝評審 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其實身邊的同學們其實都是非常討厭看新聞的 他們覺得說新聞上面有太多的政治立場 當新聞一播出的時候 全家人都一起吵起架來 可是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片期 在講媒體素養這件事情 其實問題或許是不在媒體上 其實有很多的好媒體 像在座的各位 其實都有著製作一個好新聞的一個能力 然後其實那些作品也就是在這邊 只是大家願不願意去看 對 然後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我們 太緊張了 對 那我們片期主要是在探討說 媒體素養這件事情 那 其實我們在當時我們是看到萊豬這個議題 其實發現很多人就是在著重在於說 萊豬這個健康度的討論 而是在說政治的立場上面說 哪一方比較對哪一方比較不對 其實最近剛剛公投結束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類似這樣子的新聞 那我們 作為一個高中生 我們要去改變這個媒體的整個生態環境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思考 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我們能做的是去探討說 大家 觀眾們 我們作為一個觀眾 要怎麼樣一個好的態度 要有一個怎麼樣的能力 或者是我們甚至也可以自己去發生 去做出屬於自己生命的新聞 好 最後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影片完成是一部 今天得獎又是另外一部 那最後一部其實是希望 在座的各位都可以 都可以 又有一個好的媒體素養 這是我們製作這部影片 最後想要達到的心願 謝謝大家 我們的 我們的 永志志士紀錄片版本 也可以在網路上看到 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要就是感謝一下 就是培養我們 讓我們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的 清浪潮影像教育中心 今天有兩位老師 維德老師跟馬尼老師 都有來到這裡 很謝謝他們 因為有他們 我們才有可能去做這部新聞 因為我們也是從高中開始 第一次學習製作新聞 然後就是有清浪潮教育中心的資源 然後還有很好的師資 讓我們學習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 謝謝